大家好,我是Kyoba 大家好,來到第2個禮拜 不,應該是第3個禮拜 因為第1個禮拜是偷了 去到這個禮拜,我想介紹一下交通工具的日文 因為我們平時生活,除非你自己會開車 一般來說,我們都會搭一個交通工具 例如我們會搭巴士、的士 或者去旅行的話會搭飛機 那這些日文是怎樣說呢? 我們就會在今天講一下 第一個,我們去旅行的時候搭的飛機 叫做飛行機 是飛機 如果你要搭船的話是船 然後電車的話是電車 如果你喜歡看電車籃的話 你就知道應該是怎樣說 另一個交通工具是地鐵 就是使用車 使用車 有時候我們要從東京去大阪 你未必想搭飛機的時候 你就可以搭一個新港線 新港線是新幹線 新幹線 或者你可以再多一個選擇 就是一個便宜的選擇 你可以搭巴士過去大阪 巴士的日文是 巴士 或者有時候我們很趕時間 要去一個地方的時候 我們可以搭的士 的士的日文是 TAKUS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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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上班上學的話 公司和你可能不是距離很遠 你就未必會搭交通工具 你可能會選擇踩單車或走路 單車的日文是自電車 自電車 而走路的日文是 歩いて 歩いて 好 以上就是我們今天講的交通工具 的日文 你可以記得幾次 因為我們搭車的時候 經常都會用到巴士 的士 或者地下鐵 就可以溫促它 你去旅行的時候 就可以問人 電車在哪裡 或者是自家鉄在哪裡 如果你有什麼問題的話 記得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我們今天來到這裡 再見 拜拜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你幫忙訂閱我的頻道 左右兩邊是推薦的影片 大家可以按進去看看 還有可以追蹤我的Facebook和IG 那裡會有更加多日本的資訊 再見 拜拜 再見